當然警方在9月底的時候 查了一間在北區的棋牌社 並且發現到裡面有人涉嫌賭博 查獲了賭客46名以及服務人員等等 現場還有起出了3萬元的賭金 不過現在店家出面直播表示說 警方砸毀他們的器材價值200多萬元 電動麻將桌的IC電子板 我們所以將這個麻將桌來放倒拆解 這為我們偵查的一個必要手段 警方特別出面 表示說當時經過了搜證發現到 確實有賭博的情勢 才會進到了這一間休閒館裡面 而且當時只是把這一個麻將桌 給放倒要拿出裡面的IC晶片 但是卻被這個店家指控 是破壞了200萬元的器材 表示一切依法辦理 絕對沒有雜電 甚至是恐嚇的情勢